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汪哥 我们今天来看电影《梦》里面的第三个故事,风雪 一个登山队伍迷失在风雪里 他们在大雾中走了几天几夜都没有走出去 几人已经极度疲惫虚弱,连呼吸都开始困难 就在他们停下休息的瞬间,后方的雪崩降临了 好在雪崩并不大,几人屏住气不敢再大声喘气 一会儿他们又接着前行 实在累得不行了,只能用膝盖在雪里往前蹭 呼吸也越来越吃力,张着口也感觉吸不到氧气 窒息又无力,走着走着天就黑了 几个队员开始泄气,队长却大叫着不可能天黑 现在才十一点,队员又怀疑是不是他的表坏了 队长坚信表还能正常工作,是因为下雪才那么黑的 队长招呼大家要赶紧继续走才行 一个人又让他确认方向是否有错 队长确认了一下确实没错 并给大家加油打气,很快就可以穿过这座峡谷了 可是队员们已经没有劲了 任凭队长怎么劝说他们也不听 静止地倒在了雪地里 这场风雪已经持续了三天 队员们早就已经想放弃了 队长甚至停下来他们就会被掩埋 但最终他拗不过队员,决定还是休息一下 不一会儿一个队员说有人来了 队长去查看却什么也没发现 回过头来几个队员已经倒跌不起 队长自己最后也因体力不指导下 风雪中一个吟唱的声音将队长唤醒 她的身上还被盖上了一层薄被 队长抬头一看 一个白衣女子正坐在她面前 女人跟她说 雪是温的,冰是烫的 说完,在旁边捡起雪 将她盖在了队长身上 原来队长身上的薄被全是雪 果然如这个神秘女人所说 雪是温的 她一层一层地将雪盖在队长身上 一边不停地吟唱着 不一会儿风雪骤然变大 女人又将自己身上的衣服给她盖 在雪崩中,女人偏然离去 队长从梦中醒来 她从雪里爬起来 摸着绳索在雪地里找到了自己的队员 好在大家都没有大碍 而此时风雪也已经停下 雪山之巅就在前方 队长转头一看 他们的营地就在不远处 几人终于得救 如果不是队员们的提前放弃 或许他们会更早到达营地吧 而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 坚持的重要性 不要在成功的门前缺了步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